这篇文章它有一张很漂亮的封面 一如既往 郭先生其实在每一个美国大媒体的报道上 几乎都是以一个非常帅气的 中国绅士的形象出现的 这一篇文章我通篇读下来 尤其是开头 其实这个作者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对于郭先生的描写 也不能说完全都是事实的 这篇文章其实里面又引用了很多胡舒立 还有包括胡舒立的这个马仔藤彪的 很多的观点 这个花钱的大佬胡舒立 因为这个作者 这个可能他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查郭先生的事情 这样一个作者 很难就是对于一个 你自己心里其实心悦臣服的人 用特别恶毒的语言去描述 而且有时候会不经意间 带出一些欣赏的这些词汇 导致北京当局非常的气愤 把胡舒立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 这篇文章的开头写得像情书一样 他刚才引用的这一段里面 就是引用这个共产党对七个判决书 这个本身就是非常的愚蠢 那你假设引用这个判决书 来现在对关文贵先生进行批评的话 那对于8964那些在西方公认为 就是维权的英雄人士 那你是不是也要引用这个共产党 对他们的判决 对他们进行服定了 这篇文章的前半段 实际上作者是胡舒立 我梳理了一下 他大概有这前半段 就是讲述这个2017年的事情上 就是至少有11个地方 全部都引用的都是 包括什么北京日报啊 光财新他就引用了4次 他前面这半段不 实际上他根本就是在那个地方瞎胡掰 他根本就是在那边